香港 昨天風雲識變 一國是個心關死建 根據一國兩制 講文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一直都在基本法裡面 聽得非常清楚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聯合聲明 完了 一國兩制 完了 基本法 完了 表姐真是有先見之明 中英聯合聲不定的治港方針 今次真是連渣都沒有了 國務院昨天首次就香港事務 發表白皮書 二萬三千字七國語言都有 對聯合聲明重新演繹 一面講道中國是單一國家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 系統一在一國之內 並非等兩齊觀 香港的高度自治 不是固有 不是完全自治 亦不是分權 中央給多少權力 香港就有多少 不存在剩餘權力 港人治港 必須由以外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 如果不是的話 一國論制在香港的實踐 就會偏離方向 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和港人福祉 在白皮書的Ending還說 要防範境內勢力 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和 搞什麼東西這麼高屌 有分析就說 是針對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抬頭 重量要拿回話語權 才敢貪犧 林華立說 習近平對既定自港方針戀 這麼初圓這麼扁 這個新演繹違背鄧小平的原意 也違背國際法精神 反而破壞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郭榮鏗都說 白皮書違背一國兩制 如果真是 會變成京官治港 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敗亡 英國駐港總領事就重申 維持香港實力的最好方法 就是斯特民意的普選制度 無論如何 新一輪赤發香港行動開始了 白皮書 Just the Beginning 詩問誰不起博聲 明真立志又再就明明 堅氣再談 為回憶那文靈志和爺 在文靈志 約為一個人了 會想請您 跟詞文靈志和劉機 霸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